1万元个税起征点引争议 专家上调也未必能明显缩小收入差距 去年以来 共同富裕备受关注 作为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的重要税种 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 个税改革再度成为热力焦点 近日 全国人大代表 广汽集团董事长曾庆红建议 国家建立个税起征金额标准指数化动态调整机制 扩大专项附加扣除的范围 强化与国家生育政策和社会保障体系的衔接 适当调整累进税率档次增加40%的税率档 并在高收入人群再增加一档税率 同时修改相应的应纳税所得额 鼓励高收入人群多做贡献 全国人大代表 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 也带来了关于提高个税起征点 加大非工资性收入个税征管力度的建议 提议将个税起征点从5000元每月提高至1万元月 此外 他还建议在全年应纳税所得额 分级最高档96万元每年的基础上 增设一档200万元每年 同时进一步优化调整超额未进税率的层级 急需 促使减税向中低收入人群倾斜 全国政协委员 南方科技大协代理副校长经理也带来多份提案 其中关注提升人口出生率和加快生育保障制度建设 建议对三胎以上家庭大幅提升个税起征点 从第三胎起美元每月提供生育补贴值至小孩成年 建议个税减免政策及经济补助政策 可以根据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生育意愿差异化实施 全国人大代表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已建议 落实鼓励生育政策 为年轻人和用人单位减负 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尽快覆盖零岁至三岁幼儿家庭 华夏新公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贾康 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 提高个税起征点 需要考虑整个税制结构的实际情况 掌握一个适当的度 目前将5000元以下提高到1万元未必可取 贾康建议应充分注重完善专家型 创新型人才的激励机制 在激烈的全球竞争情况下 借鉴深圳 海南等地的一些先行做法 将中国个税最高边际税率 从45%降至30%以内 最好和企业所得税25%的标准拉平 现行的个税起征点为5000元 这是2018年个人所得税法 第七次修订后确定的数额 此前的个税起征点为3500元 全国人大代表 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 主任朱列宇多年关注个税问题 今年虽然没有提交相关的正式议案 但她向财经记者分析 现在北上广深6000元的工资收入 去掉2000元左右的房租 对大多数人来说 只能维持基本开支 个税作为收入调节税 应当调节高收入人群的收入 但6000元月工资显然不算高收入 为此 朱列宇建议 将个税起征点调到8000元到1万元 她认为 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外部环境 发生深刻复杂变化 必须切实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 更多依靠国内市场驱动经济发展 提高个税起征点 能起到增加工薪足收入 提振消费的作用 但2018年的一项推算数据显示 个税改革后 中国14亿人口中 大约只有6500多万人在交个税 占比不到十分之一 而在中国税收总额中 个人所得税的占比 通常只有7%左右 此外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 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现在中国个税的缴纳人口 仅占劳动力人口的15%左右 如果提到1万元 估计仅占5% 要让人们树立普遍的交税意识 当然 政策也在变 可以通过个税抵扣等方式调整 贾康表示 应当看到 个税在中国税收体系中 明显的被边缘化 中国还在建设现代税收制度的起步阶段 总体而言 需要贯彻中央早已明确指出的 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的改革方针 如果进一步将纳税人的覆盖面缩小 并不是可取的发展趋势 因此 要理性看待个税改革 考虑个税改革方案 不仅看起征点如何调整 还要以系统思维 通盘考虑整个税制设计中的结构 各个要素和参数 但随着物价上涨 个税起征点可考虑适当提高 同时 还可考虑多种手段 减轻中低收入者个税税负 比如将个税起征点 提高到7000元左右 把第一档税率从3%降到2% 或者1.5% 这样的方案是不是更可取 据悉 2018年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明确 工资薪金 劳务报酬 搞酬 和特许权使用费等 四项劳动性所得实行综合征税 增加子女教育支出 继续教育支出 大病医疗支出 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 以及以及赡养老人等 六项专项附加扣除 优化调整税率结构 扩大较低档税率急剧 施政文建议 减轻工薪阶级的负担 可以是当地 更精准的调节专项附加扣除 比如可以增加二孩 三孩 子女抚养 幼儿教育 婴幼儿扶养等专项扣除所得税 有针对性的贯彻公共政策 社会政策 中国的专项附加扣除的 基本制度框架已经建立 可以加大三胎家庭专项附加扣除的力度 如此也能解决问题 除了客税起征点 客税最高边际税率45%的升与降 也是一大争议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熙认为 个人所得税改革 并不仅仅是起征点的问题 还包括税率的档次 税收的分类与综合征收等问题 如果将焦点指放在税收的起征点上 反而会使完善个税的整体思路被忽略 这将会削弱本来就不强的 个税调节收入的功能 全国两会前夕 董明珠接受央视采访时 建议提高个税最高边际税率 他表示 富人收入高腰多交税 支持公共服务 有利于共同富裕 目前个税最高边际税率是45% 可以考虑提高至50% 甚至55% 但近年来 主流的观点呼声 却是降低个税最高边际税率 比如财政部原部长楼纪委曾建议 个税最高边际税率 可从45%降到33% 重庆市原市长黄祈番则建议 将最高边际税率降至25% 贾康认为 降低最高边际税率 扩大综合所得的范围应是改革的重点方向 朱列宇也支持将最高税率降至25%以下 他认为 企业所得税以前在50%左右 现在企业所得税已经降至25% 相比起来 个税最高边际税率还是45% 总体来说偏高 我看到一些海外高科技人才回国发展 回国之前的个税税率没那么高 回国之后税负反而增加了 贾康向财经记者介绍 现在深圳和海南为了吸引人才 不得不采取区域性措施 把高端人才的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压至15%或者25% 如果不考虑其他变动因素 提高最高边际税率的做法 显然是不可取的 贾康 一阶大企业的掌门人 只给自己开一元工资的情况 而实际上自己和家庭成员的部分开销 进入了公司的费用支出 提高最高边际税率 调节不到他们的实际收入 实际征收情景是这样的 如果折合到每月收入8万元以上 也就是全年综合收入96万元以上的纳税人 都会碰到45%最高边际税率 96万元以上的收入 差不多要拿走一半 96万元以下的实际的税负水平 综合下面六档税率差不多也是30%出头 中国现在要面对国际竞争 这不利于稳住高端人才队伍 贾康说 此外与主要发展中国家 发达国家相比 中国的最高边际税率 在全世界也都是偏高的 另据河安国际财政文献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的个税最高边际税率为37% 丹麦为42% 日本为45% 韩国为45% 朱列宇举例说 美国的扣减力度大 买房案件 赡养福良等扣减下来 美国个税税率实际大概也在25%左右 同时 朱列宇指出 职业经理人的年薪可能达到几百万元 但是他们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阶层 往往 职业经理人不行 企业可能就会倒闭 对社会造成的损失以几十亿 几百亿计量 对职业经理人按最高边际税率 25%征收个税 也能够调节他们的收入 同时保证积极性 国家发展需要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 否则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 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 此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曾表示 当前45%的个税边际税率 实际上主要针对的是工薪阶层和劳动收入 非劳动收入并不在这个范围内 例如 财产性收入只有20%的最高边际税率 请并不违禁 另外财产性收入的一部分还是免税的 比如在资本市场中获得的收益 就不用缴所得税 贾康表示 只将工资薪金 劳务报酬 搞酬 特许权使入费等四项劳动性收入纳入综合所得 实际上是形成了对劳动收入的税收歧视 未来综合所得的范围还应进一步扩大 建议下一轮个税改革 将部分非劳动性收入纳入综合所得征税 例如 金融资产的利息所得等 在促进共同富裕的大背景下 如何利用税收缩小贫富差距 在贾康看来 发挥好税收对于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 合理调节过高收入 重点应该是提高直接税比重 比如个人所得税属于直接税 大趋势上 其在整个国家税收收入中的比重 应该是提高的 提高直接税比重 已输了很多年 对这个方向中央从来没改变过 只是在实际推行过程中 陷入改革深水区不理为奸 施政文表示 当前中国税制结构中 以所得税等代表的直接税占比低 而以增值税 消费税为代表的间接税占比高 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李时认为 事实上以增值税 消费税为代表的间接税是扩大收入差距 而以所得税等为代表的直接税 是缩小收入差距 因为直接税在一定程度上说就是累进税 收入相对高的人 就会讲骂更多的税 税率也比较高 而间接税对于收入调节的作用 就没有那么大 未来 税制改革的重点就是增加直接税比重 降低间接税比重 在贾康看来 现在 中国推进个税改革 也需要综合考虑今后整体的税制结构 使其更加符合现代国家治理的要求 美国的税收体系 主要依靠以中央及联邦为主取得的个人所得税 以及地方政府层面的财产税 及中国概念中的房地产税 美国一头一尾 两层政府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主要靠这两项直接税就解决了 主要经历的地方的 华为主顿地产向中的